第二百九十一章 天下无人不识君小书 那就是我姬家的通缉的贼子 叶凡 姬家的人也上前 向当中一个三十八九岁的中年人 恭敬施礼 真是有胆破 敢跑到这里来 姬家上辈的奇才 背负双手 平静地开口 在场很多人都认出了他 正是姬家的姬元清 他中等身材 并不是多么睽違 但是却有一股大道气韵 非常的飘渺 如一片虚空 让人捕捉不到行迹 他给人一种虚无的感觉 这是将虚空精 修炼到极深境界的表现 当年与孔雀王的大弟子孔腾 从南狱一路打到过中州 震动了所有人 他在各大圣地中非常有名气 如果不是姬家出了一个神体姬号月 未来的家主之位肯定是他的 小鹏王去了哪里 这时 孔腾也抬起头来 剑眉倒立 灵力气息冲出 除雀阎如玉外 地上还有其他妖族 其中一人上前禀告道 金翅小鹏王也被叶凡镇压了 什么 三位天骄人物 都被他一个人镇压了 这十几人全都变色 他们比年轻一代 高出半倍到一倍 都是奇才 但同样对这些被选为 圣子与圣女的人 颇为关注 金翅小鹏王与姚光圣子 都隐约间有大地的资质 与古之大地年轻时的表现有些相近 竟被一个人同时镇压 让他们不得不惊 孔腾上前迈了一步 他见眉入病 谋若星辰 天生傲骨 不怒也微 凝望半空中的夜凡 道 怪不得吴师对你 有一丝期待 果然有些不凡 气运也好 实力也罢 能将这三人镇压 足以说明 年轻一代 有你一席之地 姚光圣帝大弟子 楚临空上前 他身材修长 如先王凌晨 毛子深邃如星空 盯着夜凡 紧紧吐出两个字 道 放人 夜凡总共镇压了三人 其中两个是姚光圣帝的人 这让他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件事传扬出去 对姚光影响很大 夜凡站起身来 笑得很灿烂 正要与诸位说 这三人我收定了 不可能放走 我要这一年中 你们不得再追杀我 不得再寻我的踪迹 如果做到 一年后我会放人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万万没有想到 夜凡敢当着 诸多圣地的奇才 说出这样的条件 你自信可以离开这里吗 楚临空神色平静 毛子却有些凌厉了 咚 突然 孔雀王真传大弟子孔腾出手 一掌拍出 打得整座大殿都一阵摇动 他挡在了门前 拦住段德的去路 同一时间 楚临空 姬元清等人一出手 隔断了无良道士的前路 让他无法逃离 段道长怎么不告别呢 这十几人都很平静 成名多年 每一个人城府都很深 更很警觉 段德想跑都未能 这十几个人 都是上一代的奇才 联手的话 几乎可以力拼大能 足以斩灭一些大教的教主 段德一脸的苦涩 念了一声道号 道 平道只是想出去透透气而已 他不敢强闯了 眼下他的处境很不妙 前有十几位奇才祖鹿 后有妖族公主 吃鸡到兵器威慑 让他浑身都不自在 哄 剧烈大震动 整座光明神殿 都差点翻过个来 也不知道这种力道 有多么的大 就连大殿中央的混沌石 都一阵摇动 立场都有些不稳定 受到了强大的波及 这事 所有人都变色 非常的吃惊 段德一缩脖子 道 诸位快跑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后面有三口大棺材 肯定是有什么东西破关出来了 他一边说 一边想象外溜 段道长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待着吧 机缘清冷声道 孔腾与楚林空一目光如电 十几人全都露出杀气 随时准备对他出手 我这是为你们好 真的 频道可对天启示 那三口棺材 不是我们能够动的 段德指天化地 你放心 是个大圣地的太上长老在出手 楚林空冷漠地答道 你们 可真敢动 那是三才绝观 有人想以师正地 必是无比恐怖的人物 段德的脸有些发虑 活着都成了不地 死后还正什么地 他不会比个大圣主强 吴师来了 就足以镇压他 孔腾默然道 段德神色变了又变 孔雀王屁腻难遇 各大圣主都奈何不了他 的确有绝顶战力 哄 剧烈的能量冲击 整座大地寝宫 差点被先飞 如果是其他建筑物 早已成为了飞灰 但这是吴史大地的居所 沾染了他的气息 刻有大地纹落 纵然是大能再出手 也根本摧毁不了此地 一声大吼传来 山河震动 地下一座阴山 直接崩裂了 整片地下世界猛烈窑洞 像是发生了最可怕的大地震 吼 又是一声大吼 山摇地动 大殿中一些实力稍弱的修饰 竟然直接崩碎了 这是 幸存的人下的脸色惨白 无不变色 纵然是孔腾 吉原青 楚林空 段德等人易变色 这明显是有大能出手了 那等境界的人物 实力不可想象 可以直接吼碎河山 史无师在出手 孔腾神色正重 叶凡也听出来了 是孔雀王的声音 再独占一个不是强者 吉原青 楚林空 神色变了又变 孔雀王神威难测 八百年前 横扫南狱 震慑一方 所向披靡 先后与遥光圣主 姬家圣主大战 平生未尝一败 他的神勇世间少有 姬家对其印象最深刻 一年多前在南狱时 孔雀王一声大吼 将姬家很多民宿 活活震碎 更是一巴掌 拍死他们的太上长老 快 将门闭上 不然的话 这里的剩不下几人 都会被吴师活活震死 孔腾开口 他倒也不是 为诸圣地着想 因为这里 也有一些妖族修士 以及十三大寇的人 十几人出手 将光明神殿的门封住 与外界隔绝了 而此时 孔雀王打出了真火 神力滔天 远远地波及到了这片地狱 吼洞河山 哄 前方 那曾被闯过的五座殿羽 竟然一下子都被他吼得崩碎了 成为一片废墟 他与一名强者横空而过 在地下世界的空中激斗不止 叶凡曾经见到过孔雀王 那是一个看起来 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 非常的清秀 想不到真正大战起来 永利无边 小子 别练花那三人了 我们赶紧走吧 这个孔雀王有点吓人 黑黄催促 叶凡点头 反正已将金翅小鹏王 姚光圣子 能不能练花 已经无所谓了 突然 彭笑长空 让整片地下世界都一片压抑 让人灵魂都在颤抖 老鹏王现身了 果然恐怖 很多人变色 叶凡更是一阵 那可是金翅小鹏王的老祖 妖族的巨拨 战力滔天 拥有东荒最快的速度 各大圣主都对他头疼无比 小子将金翅小鹏王放出来吧 孔腾开口道 将圣子与圣女放出 楚凌空也默然开口 我真不知道 你如何逃走 机缘轻摇头 叶凡并不惊慌 道 诸圣帝都有人在此 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 我再说一遍 一年内不要饶我 不然我收走的这三个人 都将死于非命 笑话 你以为你是谁 能够跟我们谈条件吗 有人赤道 这些人虽有涵养 但是被一个道工秘境的小修士 屡次这样讲条件 顿时沉下了脸 旁边 那些道工两三重天的弟子 更是嘲讽道 死到临头了 还大言不惭 真以为自己是大能吗 叶凡笑了 很事无所谓 道 圣帝了不起吗 姬家与遥光 我会一一拜访的 到时候会光明正大的 借你们的古今一关 这是非常大逆不到的话 借圣帝古今一关 说得容易 除却古之大帝 有这种气魄与能力 别人谁可做到 除非可以攻陷这座圣帝 不然的话 怎能如此 这是赤裸裸的宣战 无论叶凡过去怎样 但自今日起 他的名字都将传遍各大教派了 将第一次被人熟知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荒谷废体 你有什么资本 根本没有将来可言 也敢如此大言不惭 那十几位奇才 以及诸多圣子与圣女 没有说什么 但是那些年轻的弟子 却忍受不了 纷纷这样斥责 那咱们将来见 我这个废体 会一一领教诸位的绝选 叶凡站在混沌石上 扫视所有人 刷 光芒一闪 混沌石上多了一座悬域台 叶凡抖脉搏上 不好 拦住他 到了这一刻 众人才醒悟 对方居然可以刻移动的空间平台 让他们震惊 刷 光芒一闪 叶凡消失在原地 就这一刻 断得如鬼魅一般冲了过去 也想借悬域台横堵虚空 咔 可是 就在这一刻 悬域台突然崩碎 将断得一下子轰飞了出来 无良他妈个天尊 是一次性的平台 断得气得牙根都痒痒 后方 十几人将他包围 全都神色不善 意外让叶凡顿走 没有人脸上有光 诸位 我们一起来研究这张骨卷 不用这么紧张 断得的笑容 比哭还难看 千里之外 光芒一闪 万物母气筑成的顶冲出虚空 叶凡与黑黄从顶内显化出身影 快 继续刻画道文 这一次要远离万里才行 那个老鹏王有天下急速 千里之遥对于他来说 根本算不了什么 黑黄没有耽搁 快速行动起来 很快刻印完毕 接着他们再次穿越虚空 一下子远离上万里 连续横渡虚空多次 彻底远离利州 相隔了足足有二十几个绿洲后 叶凡才长出一口气 他知道摆脱了危险 就在当日 消息像是长了翅膀 传遍周边地狱 一个名为叶凡的修士 将摇光圣子 金翅小鹏王 摇膝镇压 震动了数十周 仅仅过去数日 叶凡的名字 惊动数百绿洲 传遍半个北域 很多人知晓 一个名为叶凡的修士 要镇压三位天交一年 叶凡是谁 以前有些传闻 但绝大多数教派都不知 可是从此之后 北域大半人都将不再陌生 金翅小鹏王 摇光圣子 那是有望走上大地之路的人 是东荒年轻一代 南逢抗守的人物 是将来的东荒王 可是 他们却被一个 默默无名的小修士镇压了 毫无疑问 消息将越传越广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从此 天下无人不识君 这并非夸张 叶凡将摇膝 金翅小鹏王 摇光圣子镇压 并收走 将使他的名字 传遍各大教派 第292章 明动八方 你们可听说 一个名为叶凡的少年 将妖族年轻一代的 绝顶强者 金翅小鹏王镇压了 确实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是真的吗 据说那个少年 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 小修士而已 怎么可能将 堪与神王体正风的 天鹏族王者镇压 你的消息太落后了 现在已经在北域传风了 这绝对是真的 五行殿的人亲眼所见 这是一个茶馆内的议论声 而像这样的消息 正在飞快地传播与蔓延 传遍了大半个北域 而在不远处的赌视方中 一群很有实力的修士 也在谈论这个话题 太疯狂了 原来不仅仅是金翅小鹏王被镇压 遥光的圣子与圣女也同时被收走了 真是快将天捅破了 不会吧 你确信这则消息是真的 堂堂遥光圣帝 年轻一代两大代表人物 都被人给镇压了 这也太过天方夜谈了 绝不会有错 幻灭宫的人经历了现场的一切 他们的弟子 还被那个名为叶凡的小修士 斩杀了几人呢 是他们亲眼所见 这也太惊人了吧 这个叶凡是什么来历 将遥光圣子都镇压了 要知道 各大教派都有传言 遥光圣子同代难逢抗守 怎么一下子就被人给收走了 真是不可思议 那个叶凡什么来头 难道真的有通天彻地只能不成 一举拿下三位天骄 真是惊世骇俗 赌识方中人们议论纷纷 许多人都有些难以相信 感觉太虚幻了 遥光圣子 在人族年轻一代 有着极高的评价 许多民宿都已不是他的对手 其他圣地都非常忌惮 认为这个未来的遥光圣主 恐怕会有不可想象的成就 然而 他却被人翻手压制了 这如何不让人震动 惊世小鹏王 遥光圣子 几乎代表了妖族与人族未来的 两位绝代王者 而如今 却被同一个人镇压了 那个叶凡 到底是何许人也 有什么来历 出身在哪个门派 为什么有这种手段 将三位奇才反手压制 姬家曾经通缉过他 前段时间一些城池有他的画像 我还曾经扫了两眼呢 据说 不过介于轮海与道公秘境间而已 想不到头来 他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随着消息的传播 叶凡的点点滴滴 慢慢被挖掘了出来 虽然依然很不完整 但是北域很多修士 都对他有了大概的了解 妈的 这个小子是个狠人啊 被人打进了火域第六层都没有死 多半年后出来 就做了一件震动南域的大事 直接将姬家的太上长老 活活烧死了 他一个毫无根基的小修士 能够从东荒的南域 横渡虚空来到北域 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料想是从某一圣的偷渡过来的 从一个座城池到另一座城池 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 消息传得很快 大半个月后 诸多大教都知晓了这一事件 而关于叶凡的一切 也渐渐清晰明了 直到这时 人们才惊讶地发现 他竟是荒谷废体 他拥有这种体质 居然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让人惊讶 难道荒谷圣体 将重现昔日的无上风采了不成 不可能 他并没有突破道工秘境 没有打破诅咒 除非有一天 他真正进入四级秘境 或许会有转机 道工秘境的小修士 他竟将三位奇才镇压了 他拥有玄黄圆根 这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这是上天在浴室 荒谷圣体的希望出现了吗 叶凡拥有万物母气 筑成的顶 这则最为关键性的消息 牵动了很多人的神经 许多人都想寻到他 尤其是诸圣地 对于圣物的渴望就更甚了 因为并不是每个圣地 都出过大地 拥有极道武器 自古至今 大地没有几人 但并不是说 只有大地才能开创圣地 不是大地开创的圣地同样恐怖 因为他们的积淀非常厚于尘 他们有的施法自然 摩刻下了大道的印记 有的得到过无名的传承 拥有深不可测的底蕴 还有的出现过一代又一代的圣贤 通过漫长的积累 开创出了无上经文 没有一个圣地不明不复时 全都极其强大 甚至超乎人们的想象 所欠缺的 只是差了一件极道武器 毕竟 大地都早已不存在了 唯有留下的极道武器 才是最强大的东西 没有出现过大地的圣地 自然更想得到圣物 最新消息 遥光圣地与鸡家开出了天价悬赏 但凡能提供相关线索者 便可领三方圆 真是大手笔 能够提供夜凡的线索 便可得到万金元 财帛动人心 北域必将沸腾 这不是最让人吃惊的消息 更大的悬赏在后面 如果能够确切提供夜姓少年在河地 将有三十方圆可领取 三十方圆 整整十万金元 这是逆天之价 这些消息一传出 北域震动 很多人都行动了起来 想要寻到夜凡的下落 很明显 这个价值不是夜凡的价值 而是因为万物母弃圆根的存在 自然有不少人在冷笑 圣物无价 纵然是百万金元 也根本不够看 但凡有底蕴的大势力 若是得到 根本不会换 诸多修士都行动了起来 很多人自知 纵然得到圣物也保不住 不若去其他圣地要价 肯定会比鸡家与瑶光开出的价格高 东荒的南狱 太玄捉锋 草木枯萎 一派凋零景象 自从夜凡从这里离去 烧死鸡家太上长老后 太玄捉锋锋 遭受了很大的压力 连太玄掌教都不得不出面命 其他弟子 回归原来的主锋 捉锋 刚献出兴旺之态 便又荒凉了 如今 这里薅草丛生 枯木伶俐 黄叶纷飞 整座捉锋 只有李若鱼一人 他静静地盘坐在废墟间 你真是带出来个好徒弟 让圣地都不得安宁 太玄掌教降落在捉锋上 他得到了北域的消息 他并不是我的徒弟 不过要是能有这样一位弟子也值了 纵然捉锋凋零 有这样一人 将来也足以发扬光大 李若鱼答道 你倒是看得开 可太玄的压力 却又大了不少 太玄掌教 背负双手 望向云端 道 谁都希望 有个可以明动天下的徒弟 纵然死去也可含笑九泉 但是要有个度 不然的话将来是大祸 同样是太玄掌 兴风所在的丛锋 一个蓝衣男子 风神如玉 出尘若仙 轻拨琴弦 弹奏出优美的乐章 周围许多花蕾随情音而绽放 白鸟因情音而飞来朝拜 翩然起舞 一曲情声了 他抬起头来 向对面一个白衣如雪的美丽女子望去 道 小曼师妹 你们的家乡 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 我想听听 顺便说说那个叶凡的事情 北玉 姬家的一处公院内 姬子月魔动亮晶晶的小虎牙 呕了一顿气 暗中自语 嘀咕道 原来那个小道士是他 而后 他皱了皱穹鼻 抱住姬浩月的一条手臂 道 还好没有将哥哥扔进炉子中 早晚我会抓住他的 姬浩月神月遮体 龙气盘绕 神王气韵已经出现 北玉圣城 这是一座宏伟的巨城 战地也不知道有多少里 从有记载以来 此城便从未改止过 也不知道存在多少岁月了 北玉第一古城 第一神城 都是他的名字 传说在那遥远的过去 他是悬在空中的 这里有北玉的大能 有中州的皇族 常年住在此地 此刻连城中的一些绝顶人物 都知晓了叶凡的名字 北玉的一位大能 正在圣城中仰天狂笑 惊动了很多人 老蓬王 我看你再怎么趾高气扬 每次见我 下八度快养到天上去了 你有一个天纵之字的后代 但也不能这样 放眼我十八个嫡孙 也打不过你一个后人 结果怎么样 牛皮吹大了吧 走什么大地之路 还不是让人翻手就给镇压了 可惜 老蓬王正在满世界寻找他的后人 不然的话 又可以欣赏你们两个的京市大战了 中州的一位老辈皇族人物 嘿嘿地笑道 此刻 如果说谁在干火大动 老蓬王还不能为罪 遥光圣地的人最深 堂堂圣地 未来的两大表率人物 就这样 让人拿个炉子给装走了 一个都没给留下 遥光圣子有大地之志 明动诸圣地 他的表现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但是如今 让人拎个破炉子给收走了 这实在让他们无光 叶凡的话语 早已传遍的大叫 日后将灯门拜访遥光与姬家 这让诸圣地都跟着无光 这是一个小修士 向不朽的传承 发出的宣战之音 大半个月来 风云涌动 北域难以平静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 能够寻到叶凡 此刻 他并没有危机感 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个翩翩少年 常触摸于赌尸方间 很是自在 金翅小鹏王 摇光圣子 姚夕 你们都安静一点吧 将我惹急了 把你们扔进太出骨框里去 叶凡池离火神炉 威胁里面的三人 不过 金翅小鹏王是 何等的星星 摇光圣子与姚夕 又怎么可能屈服 身在铜炉中 每日都在冲击 想打破封印 我现在留着你们还有用 别让我出下策 当心我将这炉子 镇压茅坑中一万年 叶凡此话一出 连淡然的摇光圣子 都差点骂人 姚夕更是气得花容失色 但是 效果是明显的 傲气如金翅小鹏王 都没脾气了 第293章 石器 神藏 丽州九密 出自一个非常地神秘的地方 叶凡仔细观察这张景帛 按照上面所记 非常遥远 已经靠近东荒的中部地域了 圣牙 这是一个古老的名字 被标注在这张景帛上 正是运有九密之地 叶凡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特别 忍不住问大黑狗 道 黑黄 你听说过圣牙吗 大黑狗心头顿时一跳 道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我将古卷丢给断德了 将这张景帛留了下来 上面提到 九密藏在那里 叶凡对黑黄并没有隐瞒 这个地方很不一般 有一位大帝去过那里 面对古牙 心有所感 曾在那里平掉 黑黄如此说道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叶凡更加惊异了 似有传闻 那里陨落过一个大城的荒谷圣体 鲜血染红了石牙 古之大帝 皆寂寞无敌 游历到古牙 多半认为那个圣体 若还活着 能值得出手吧 竟然有这样的意识 叶凡摸了摸下巴 这可是一个不一般的地方 九密藏在那片区域 他必须要走上一走 不过他眼下不想离开 紧箔在手 九密跑不了 到时候按图锁记就可 当今 他最需要的是提升境界 而不是迫切寻找密法 这些日子一来 他便走蜀石城 不断地买石料 而后去无人之地剖开 加上以前拥有的 已经积累了万余金的缘 眼下 他已经能突破进道宫三重天了 不过他并不满足 很想晋升至道宫四重天 只是难度太大了 需要十万金元方可 这是让人晕眩的数字 光靠赌石有些难度 或许该去盛城了 叶凡自语 多半个月下来 立州风波并没有平息 相反越演越烈 当日的另一位焦点人物 断德 比起叶凡来称的上狼狈不堪 无良倒是的确是个人物 当日在那种情况下 竟也寻到了一个机会 成功逃了出来 可是 接下来他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诸盛的同时搜捕 十三大寇中的无道袍 笑着追杀 妖族一缠着不放 断德连逃了半个月 累得快吐血了 差点让人活包皮 最后终于撑不住了 斗手将骨卷扔了 可纵然是这样 他也没能够好过 十三大寇中的无道四事 锁定了他 片刻不停 没日没夜地追杀 有人见到 半个月下来 断德瘦了一大圈 浑身血迹斑斑 不过唯一让人意外的是 他依然在活蹦乱跳 没有不知的迹象 这死胖子命可真大 诸盛的没杀了他 连无道亲自出手 都还没有碾上他 叶凡有些无言 根据最新的消息得知 断德被无道追杀的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向着中州方向逃了下去 古卷被无良倒是扔出后 诸盛帝的传人大打出手 让老辈人物都非常震惊 他们的战力极其惊人 我们得回实战 需要将人转移走 估计再过一段时间 古卷之争会有结果 各大圣地多半会坐下来相谈 那不是九密 而是一幅金式的地图 各大礁若是看明白后 必有天大的波澜 不是一家能够独吞的 那个地方一个圣地打不下来 他不想实战的人受到冲击 想提前将他们安置好 让他们远离紫山 如果诸圣地大举进攻紫山 其他地方必然空虚 到时候也许会有绝好的机会 我需要圆 叶凡充满了渴望 半个月后 叶凡与黑黄回到了实战 这里一如过去那般 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此地与富饶和美丽相差甚远 红褐色的石头围成的寨子 很是荒凉 草木很少 这仅仅是一片石几里的小绿洲 不过 这里的人们精神状态很好 挖园为生 生活倒也无忧 可去远处的绿洲 交换生活用品 是叶小兄弟回来了 还有那只黑黄 石寨中的人热情地打招呼 对大黑狗的称谓 险些叫错 当德西要搬离此地 很多老人都沉默了 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 突然离开 任谁都有些难以接受 不得不搬走 以后这里将不得安宁 会有一场天大的风暴 叶凡耐心地解释 最终 他没有办法 将张五爷请来 简要地述说了一下紫山的情况 听闻诸圣的要来 张五爷变了颜色 叹道 祖宗让我们守在这里 难道如今必须要撤离了吗 黑黄探过来硕大的头颅 道 离开吧 你们这一族 将来会有大负责的 叶凡听闻过 张家的出祖 那位原天师曾有言 守在这里里进紫山 将来会有大负责 对于很多人来说 彻底搬离此地 是一个伤感的过程 叶凡没有着急地催促他们 因为时间还充裕 古卷即便落在圣地手里 短时间内 也很难出现什么结果 各方博弈 需要不断地妥协 与重新分配利益 然而 就在这时 大黑狗有了发现 他跑去紫山观看时 竟然发现了人影 有人已经来了 你确信 叶凡一惊 这未免太快了 那个人非常恐怖 我只看到了一道虚影 一闪便不见了 大黑狗沉声道 黑黄紧隐约间见到 那个人身穿道袍 站在紫山之巅 瞬息间消失 吓了他一大跳 身穿道袍 该不会是那个死胖子来了吧 可是 他不是被追向中周方向去了吗 叶凡心有疑惑 肯定不是那个胖子 他不可能有那么快 被我咬过的人 我会记得很清楚的 这个人相当的恐怖 本黄一眨眼 他就踪影飘然了 叶凡觉得需要赶紧离开 这个地方不平静了 这场风波 来得比他想象的还要快 你催促他们赶紧收拾 我出去转一下 他离开了石寨 前往平岩城打探消息 结果得知 圣帝并没有行动呢 骨卷风波还未吸 这是怎么回事 圣帝未来 有人却先到了 一定是绝顶高手 叶凡暗暗猜测 这个人肯定已经观看过古卷 当叶凡回来时 在离石寨数十里外的地方 见到了大黑狗 奇道 你怎么在这里 一个牛鼻子来了 进入了石寨 本黄看不透他 怕他对本黄不利 所以 你跑了出来 叶凡吃惊 他有些担心石寨的人 放心 修为到了那样的境界 肯定不会难为凡人 只是本黄不知道 他为何进了石寨 你说他的这个道人 难道是在紫山之巅 见到的那个 多半就是那个牛鼻子 不然的话 同一地区 怎么可能出现 两个绝顶高手 大黑狗琢磨了半晌 道 你去看看 他在做什么 叶凡想了想 改变容貌 装扮成王叔的样子 连本源气质都寂静相同 如今 即将远离此地 王叔位在石寨 正在平岩城 采购所需物资 他以王叔的样子 回到石寨中 刚一回来 就见寨中围了不少人 许多人都在议论 怎么回事 叶凡问道 来了一个老道 很奇怪 看中了张五爷家的碾子 又乡中了二愣子家的末盘 正打算买下来 这老道的眼力也太差了 连我都能看出 那个碾子和末盘 肯定没有缘 他居然想花高价买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叶凡心中顿时一跳 赶紧向前走去 人群内有一个老道人 身穿古旧的道袍 看起来有相当的年月了 都洗得有些发白了 这样的服饰 与当今不太一样 叶凡心中一动 道袍的式样很古老 他神色平静 但心中却是一阵惊悚 一刹那间的灵觉 让他感觉像是在面对 一头沉睡的荒谷蛮笼 不过 灵觉一闪而逝 他快速失去了那种感觉 他波澜不惊 没有任何一样 这是一个白发披肩的老道 看年岁能有六七十的样子 精神绝朔 正在认真地观看 二愣子家的石墨盘 我给你们石金元 这个墨盘我要了 老道对二愣子的父母开口 石金 周围的人全都大吃一惊 就连叶凡也有些不解 他也在认真观看这个墨盘 但是并没有觉察到异常 最终 老道买下这个墨盘 当着众人的面 开始剖石 石蟹纷飞 他很仔细 生怕切坏什么瑰宝一般 一层一层的剥落 根本没有大刀阔斧的劈砍 可是 最终墨盘变成一地石蟹 却什么也没有切出来 老道人皱了皱眉头 站起身来 指了指不远处 张五爷家门前的石碾子 道 这个碾子 我出二十金元 这石寨中的人 相当的震惊 五爷 这些石蟹子 石墨 有什么来历吗 叶凡低声问张五爷 没听说有什么来历 张五爷皱眉 仔细想了很长时间 道 祖祖辈辈一直在用 没什么特别的 反正我看不出来 里面有缘 突然 张五爷神色一动 与叶凡对望了一眼 他们想到了同一个可能 这些石墨 石蟹子 该不会是祖辈特意留下的吧 要知道 张家的祖上 并非一般的人 那是一代祺人 如果是祖辈特意留下的 一定非同寻常 凭他们的眼力 根本看不出一点特别之处来 债中这样的时期很多吗 叶凡问道 具体 没有统计过 张五爷的手指头 有些颤抖 那位祺人给子孙留的东西 难道都是最普通的石墩 石墨 石碾子之类 叶凡心中一震 第294章 恐怖的老道 这个老道 到底什么来头 一身古旧的道破 明显不是如今这个年代的服饰 看起来非常的古老 这个石碾子 是祖辈一直沿用至今的东西 我不打算卖掉 张五爷委婉地拒绝 老道皮肤成古铜色 白发披肩 身板干巴巴 但精气神十足 说话跟一口金钟一般 铿锵有力 平道不占你的便宜 我给你50金元打底 而且 如果碾子中切出东西来 市面上值多少元 我再付你们多少元 张五爷却有些犯难 他已经看出 老道绝非常人 再拒绝的话 多半会有些不妥 陈寅道 这 东 就在这时 地平线尽头传来一声大响 阎晨冲天 传来一股非常强烈的能量波动 紫山 镇源是九条龙脉拱位的紫山 即便相隔很远 也能够感觉到那里的地层在摇动 老道快速转身 望向地平线的尽头 双眼如两颗金色的珠子 干巴巴的身体 一出让人惊悚的气息 此刻 他不像是一个人 倒向是一个庞然大物 像是万年不出式的蛮龙 让周围的人 差点瘫软在地上 刷 老道一下子飞上了天空 道袍一展 差点将整片石寨卷起来 他用指头一点 整片寨子才稳定下来 叶凡头皮发麻 这个老道实力太吓人了 方才斩动袍袖 是下意识的动作而已 却有这么大的威力 老道化成 一道灰色的雾矮 急冲向紫山那里 让天宇都为之一阵抖动 如真龙横空而过 东荒实在太大了 高手辈出 不一定都出在圣地中 有很多奇人 便走大则也灵间 叶凡自语 东荒无边无垠 从一端飞到另一端 需要数载的时间 而如果是普通人靠脚走路 百事也走不出去一半的路程 在这片浩瀚的大地上 有神秘的大荒 绵延数百万里 有无尽的大湖 无边如羊 有远古的殿堂 永浮天穷上 有太古以下的百草园 可起死回生 许多圣主晚年时 一般都会离开圣地 选择进入大荒间 遇上不是高手 或久远年代的人物 都不足为奇 紫山发生了什么 实在中 很多人紧张无比 快收拾东西吧 随时准备撤离此殿 叶凡叮嘱 他略意犹豫 腾空而起 也向紫山飞去 紫山气象不凡 微额耸立 如一把紫剑直插云霄 上面有很多的刀痕抚印 刻满了岁月的烙印 一条巨大的黑胶 长达数百丈 也不知道是他的本体 还是他刻意延展了胶躯 害人之急 他绕在紫山之巅 黑色的躯体勒了很紧 像是千锤百炼 打磨而成的钢铁长城 孤在了山体上 牢不可撼动 黑色的胶身 零片紧密 每一片都有半米多长 乌光闪烁 充满了强大的力感 这条庞然大雾正在跋山 想以蛮力将此山脚断 打开此地 方才的动静 就是他弄出来的 这条黑胶看过古卷 寻到了这里 叶凡皱起了眉头 圣地还没有来 一些厉害的存在 却已先行动了起来 多 老道一声轻斥 声如惊中 震得虚空嗡嗡颤抖 紫山上 黑胶巨震 庞大的躯体 像是被一柄大锤 狠狠地砸了几下 连连摆动 让山巅都摇了起来 老道虽然干巴巴 但是力身在虚空中 却充满了压杆感 让人窒息 像是一条折服沉睡的真龙 紫色的山峰上 庞大的黑胶一声低营 像是老鼠见了猫一般 身子打颤 蜷缩成一团 而后不敢吭一声 从后山飞走了 此刻 他根本不像一条 数百丈长的巨大黑胶 倒像是一条泥丘 粘不出溜地逃走了 躲在暗中的人都出来吧 老道话语平静 但却一股威严 让人不可抗拒 三位老人出现 每一个人都气血旺盛 如一尊尊大火炉 让人感觉到了恐怖的生命波动 叶凡心经 在各大圣地没有来临前 能够观看古卷的人 绝对都是不是高手 道友是何人 一个老人问道 他鹤发童颜 有大道气韵 给人深不可测的感觉 名字早忘记 你们走吧 此地不是你们能够打主意的 老道很平淡 不怒而微 虽是出家人 却让人心静 你未免太不尽人情了 此地无主 凭什么让我们走 开口的老人年岁很大 如大道深渊 不可揣测 老道没有多说什么 大袖一挥 狂风大作 三名鹤发老人 眨眼被抽飞 一下子消失在了远空 这该不会是一位 受缘枯竭 走入大荒间 而后又重新出来的 老圣主吧 叶凡震惊 生出了这样的念头 第二百九十五章 赤龙老道 紫山 雄奇壮阔 如撑天之柱 耸立在一望无垠的赤色大地上 净显伟姿 老道站在虚空中 背对紫山 面向远处 道 你们也出来 难道非要我一个一个地送走 他双眼呈淡金色 体表如铜皮 结实有力 古旧道袍飘动 无先锋道骨之姿 倒向是不朽的盖带妖王 让人悚然 是 两道金线从他的眼中射出 远处的天空中 被逼出五道人影 全都狼狈不堪 显然老道无意伤人 不然这些人就危险了 其中有四名是老者 这些人的年岁太大了 牙齿几乎全都脱落 且瘦骨灵巡 不说皮包骨头也差不多 头上很凸 只有几柳发丝 几乎全部掉光了 叶凡心中一灵 这几个老人他都认识 在古之圣贤开辟的小世界中见到过 是青椒王的老部下 寿元将近 不想他们也来了 还有一名三十几岁的中年人 身材挺拔 健眉入病 双眼锋锐 脸如刀削 鹰气逼人 正是孔雀王的大弟子孔腾 敢问您是哪位前辈 几名老妖生命将走到尽头 地位与实力堪比圣地的太上长老 年岁久远 但是见到老道后 非常局促与不安 老道给人的压力太大了 根本不像是一个人 导向是一个让人生味的无底洞 他平静开口 道 昔年一切都早已淡忘 你们都走吧 老道没有多说什么 大袖一挥 挥舞滔天 苍穹都被遮蔽了 轰隆一声 所有人都被卷飞 消失在天际 在诸人当中 唯有孔腾一人 不是被抽飞的 他身上混沌光滑闪耀 自己快速冲向远方 混沌神光 老道有些惊讶 探出一只大手 向虚空抓去 嗡 天羽一阵抖动 早已冲向远方的孔腾 一下子被拘禁了回来 他顿时变色 喝道 老道你是何意 他不仅继承了孔雀王的选法 连傲古也有几分相似 并没有恐惧 反而出手相抗 动 孔腾一翻手 一方黑乎乎的大印出现 射出万道祥瑞 打向不远处的老道 混沌石 叶凡心中一跳 这不是大地寝宫中的 那块黑石吗 不想经落在了孔雀王仕途的手中 这方黑色的大印使一出现 便令此地压力陡增 让人窒息 他快速变大 挤满了天空 黑压压无边 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立场 禁锢了虚空 哄 祥瑞垂落 像是九天银河道挂 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极其沉重 纵是强大的修饰 身处当中 恐怕也会粉身碎骨 可是老道却不受影响 宜然不惧 自语道 这是从混沌石中提炼出的一缕 先天杀气 盯他用手指轻轻一点 黑色的大印 一下子被定住了 且快速变小 他用手一抓 瞬间出现在掌心中 砰 黑色的石印粉碎 化成一团混沌器 缭绕在老道的掌指间 突然 一声长啸传出 在混沌器中 出一缕森然杀机 一只五彩孔雀浮现 发出赤裂的光芒 想要粉碎那只手掌 妖地是你 老道露出异色 掌指闪烁光芒 定住了五彩孔雀 你是 赤龙大哥 五彩孔雀 是孔雀王的一缕神念 入主在混沌器中 以做必要石 帮弟子一把 远处 叶凡心中一震 这个老道 是孔雀王的结拜大哥 果然是大有来头 是我 再次出事 不想刚来北域 就碰到了你 老道点了点头 松手放开了 混沌器与五彩孔雀 旁边 孔藤发呆 师尊的大哥 那是何等人物 赤龙大哥 你去了那里 1500年前 怎么突然消失了 我以为你陨落了呢 孔雀王问道 叶凡心惊 这是何等的人物 一下子消失1500年 据传 孔雀王已修行2000多年 这个老道 恐怕有将近3000年的道行了 一言难尽 我被困在了圣牙 差点死在哪里 一困就是1500年啊 老道感叹 圣牙 传说中那座 被大城的荒谷圣体的血液 染成黑红色的牙壁 五彩孔雀露出亚色 大城的荒谷圣体血液 我没有寻到 倒是误闯入了一位 大地客下的阵纹中 差点被活活练死 哈哈 我看赤龙大哥 如今功力更深了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黑孔雀大笑 1500年的枯作 终是有所悟 比以前多少强了一些 老道微笑点头 我就在想 这个世上 想要无声无息 斩杀我们兄弟的人 还没有出声呢 赤龙大哥 怎么可能会陨落呢 孔雀王长笑 贤帝有大机缘 从被拘禁出的那缕先天杀气看 你得到了一方天然的混沌宝印 持在手中 各大圣主恐怕要忧心了 刚得到不久 我正想截杀遥光圣主呢 大哥马上有我同去 这次我打算灭掉他 果然 那块混沌石 被孔雀王收走了 方才碎的 不过是一缕混沌精气而已 并不是宝印本体 要立刻就走吗 老道很想回石寨 因为那里的石料 让他心惊 可能运有他所需要的东西 是的 马上就走 孔雀王的神念化成一个十六七岁的偏然少年 道 我让妖族修士来此 就是为了引动 身在这片地狱的遥光圣主过来 准备半路劫杀他 想来他已经得到消息了 现在我们最好快速动身 好 我与你同去 赤龙老道说完 扫尸周围 轻轻一抖刨袖 包括叶凡在内 数十人显化出身影 大多都是本地的小修士 因为听到动静过来查看 此刻全都战战兢兢 敢杀圣主的人 普天之下没有几个 你们还是尽早离开吧 这里不是你们能够掺和的 赤龙老道 淡淡地扫了众人一眼 赤龙大哥 我们一千五百年未见了 路上好好畅谈 光芒闪耀 赤龙道人 孔雀王眨眼消失 孔藤也快速离去 原来看与圣主对决的人 这样的恐怖 让人惊悚 夜凡自语 每一次见到这个级别的人动手 他都有全新的认知 越了解 越觉得各大圣主可怕 大黑狗出现在地平线上 化成一道乌光跑了过来 诅咒道 赶紧走 这样的狠人 让本黄感觉到了莫大的危险 他们迅速返回石寨 而这时王叔等人也回来了 时间紧迫 为了快速离开这里 夜凡与众人商妥 将他们收进了玉境坪中 而后 他祭出顶 立身在天空中 但凡是石头都收了进去 隆隆作响 连地基都给拔走了 赤龙道人看上的石料 绝对非同小可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老道 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年月 才能得惜这些石器的秘密 包括石镰子 石队 地基石等 一大堆的石料 全都进入了顶内 此地一下子光秃了不少 与此同时 黑黄也刻好了道文 他们直接横渡虚空 先远这里再说 半个月后 夜凡出现在曲州 找到了图飞 让他帮帮安置这些人 刚一见面 图飞就激动地冲了过来 道 那个炉子呢 拿出来给我看看 自从知道金翅小鹏王 姚光圣子 姚夕被镇压 他恨不得立刻寻到夜凡 看个究竟 夜凡被他缠得没有办法 取出火炉 让他看个仔细 哈哈 图飞大笑 拖在手中 摇了又摇 晃了又晃 对着炉子传音道 姚光圣子 姚夕 你们还好吗 我可是很想念你们 碰 离火神炉俱阵 一下子被打得鼓起一块 震得图飞双耳嗡呛作响 这破炉子能封得住他们吗 他用力拍了一巴掌 也震动里面的人 夜凡收了回去 道 镇压个一年半载没问题 赶紧跟给我找地方 我要安置石寨的人 最终 图飞将他领到了一个名为 浩州的地方 这片绿洲方圆数千里 地域较为广阔 是他爷爷的地盘 安置几十户人家 根本不是问题 随便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就可以了 环境比原来的石寨好很多 我说 你搬家也不用搬石头吧 图飞目瞪口呆 因为一大堆的石头跟小山一般 看起来普普通通 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石寨中的人 对这片山清水秀之地很满意 由于事先采购了大量的物资 倒也不缺什么 只需要盖起房舍 村人热火朝天 另起新居 都很有干劲 夜凡直接闭关 万金元已经足够他进入道宫三重天 足足一个月 他都沉浸在一种空灵的状态 机体发生着奇妙的变化 西黄金神妙无比 夜凡默默运转 感受到了种种不可思议 这一个月来 他听到是我的诵经声 道宫内仿若有缠唱 上古的祭祀因滑破时空 飘渺而来 虽生当事 却我活于过绝 有人认为 那是我在为今生诵经 当然 很多人都不认可这一说法 绝顶人无相信 那是道我 自己道姓的一面 在捕捉道计 勾动世界大道 无论是教士我 还是称呼为道我 这一个月来 都在勾动天地 滋养命主 让今生的我不朽 这一个月来 夜凡的道宫内 武器如龙 盘绕飞舞 他聆听大道轮音 机体声辉 不断蜕变 当第三十天过后 西黄金记载的心法 停止运转 天上的精气疯狂冲来 完全将夜凡的闭关 之所淹没了 整整持续了三日 轰一声巨响 乱石穿空 夜凡长身而起 眸子中射出两道龙形神盲 他黑发披散 长身而立 体内充满了强大的力量 他感觉一拳 似乎可以干掉一头龙 体内拥有用不完的力量 第二百九十六章 剖开元天师留下的石器 夜凡的金色拳头 充满了力感 轻轻一挥动 虚空都嗡嗡颤抖 他有能干掉一头真龙的错觉 千米大瀑布垂落 白茫茫 隆隆作响 夜凡站在水潭中 一拳向上打去 长铺倒流 如白色匹链倒挂 闭关一个月 就突破了原来的境界 荒谷圣体果然恐怖 突飞则蛇 夜凡单手将一块数万斤的巨石举起 而后侧身猛力投了出去 这块大石快速变小 没入高空 天际尽头 一群大雁飞过 结果全被砸了下来 突飞看得目瞪口呆 好半天才叫道 牲扣啊牲扣 拿数万斤的大石头 将天上的一排大雁砸了下来 没见过你这么变态的人 夜凡的体质太强大了 有跋山举跃之力 打在肉身上 谁能承受 汪汪汪远处 二十几里外转来气急败坏的狗叫声 黑黄惨嚎道 妈的 有没有天理啊 睡觉都会被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砸个半死 突飞瞠目接舌后 听到大黑狗的惨叫 顿时狂笑 忘 信徒的你等着 本黄知道你是干的 大黑狗在远方嚎叫 妈的 关我屁事 突飞咒骂 夜凡站在千米高的石山下 挥一栋金色的拳头 扑扑 支声不断出出 他像是在打泥巴 每一拳都没人山体中 轻而易举 最后 他抡动金色拳头 用力打了一击 贯穿进山腹中 真是牲口 突飞的下巴差点惊掉 他寄出一个八卦铜镜 紫气朦胧 向前打来 道 我试试你现在的修为 这是一面紫童宝镜 是四级秘境的修饰 才能动用的武器 坚固而强大 像是一座紫山压落了下来 枪 夜凡弹指 金色的指头 击在紫童镜上 发出咔的一声脆响 四级宝镜竟然军裂 如烟花般绚烂 崩碎在空中 紫华冲天 一股强大的能量 肆虐十方 让瀑布倒卷 石山摇动 而夜凡却窥然不动 突飞惨叫 你的身体 难道是圣物炼成的吗 我的宝贝 他心疼得不得了 虽然武器有不少 但被人这样轻易击碎一剑 还是让他很肉痛 夜凡气血如江河 感受到了自身的强大 修行 西黄金 终于进入道宫三重天 将甘之神藏修成 五行属墓 可是 他依然没有修出神器来 不似别人那般有神护体 同时 他发现自己 在逆五行修行 心属火 肺属经 甘属墓 他先修心之神藏 再修肺之神藏 又修甘之神藏 正是火克经 经克墓 逆五行而成 如果没有意外 他下一个境界 必然修皮之神藏无疑 因为他五行属土 墓克土 你根本无需兵器 肉身比什么法宝 都强大 土飞很羡慕 我缺圆 需要海量的圆 土飞神色复杂 叹道 只要有圆 你在道宫秘境 便没有瓶颈 可突飞猛进 所以 我想借圆 你有多少圆 都借给我 将来十倍还你 叶凡很认真地开口 他有一种紧迫感 迫切想进入四级秘境 我的那么一点圆 还不够你色牙缝呢 要知道 你想进入道宫四重天 需要十万金圆 这可是一个让人掩孕的数字啊 你有多少圆 叶凡太想突破了 我有一方多一些 大概四千斤左右吧 还不足万斤 你可是大寇的子孙啊 土飞翻白眼 大寇要是有很多圆框 就不做大寇了 再说 我爷爷的宝库 我怎么敢去动 原是个大问题 叶凡自语 你也不用急 我出去走上一遭 帮你凑上两万斤没问题 土飞打算去找李黑水 柳寇 江淮人 吴忠天 我可是一个废帖 你这样帮我不值啊 我土飞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实话实说 我有一种直觉 觉得你可能会打破 荒谷圣体的诅咒 想想看 如果有朝一日 你成为一个大成的荒谷圣体 我下半辈子都不用修炼了 照样可以横行东荒与中周 只要你再试一天 我的子孙后代 都可以横行天下 大成的圣体 怎么也能活上万载吧 如果我一生 都只能止不于道宫秘境呢 叶凡问道 你要是突破不了 到时候就将万物母气顶送给我 正好让我补气吞天罐的盖子 土飞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道 汪 汪 汪 大黑狗出现在地平线上 杀气腾腾 他老老实实地睡觉 却让人砸个鼻青脸肿 不爽到极点 我现在就离去 多则一个月 少则半个月 必然会回来 七方圆绝对没问题 土飞说到这里 冲天去 大黑狗黑着脸跑来 盯着叶凡 神色不善 道 我怎么突然觉得 你是干的 我干了什么 叶凡装糊涂 少装算 妈的 数万斤重的巨石从天而降 将本黄拍在下面 一般人做不出来 大黑狗的突尾巴 快竖到天上去了 叶凡死不认账 总算是蒙混了过去 避免了一场人狗大战 石寨已经重建完毕 处在青山绿水间 一座座房舍很精美 比以前要好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 少女与孩童最为高兴 每日都可以泡在青泉中嬉戏 再也不像过去那般 整日面对风沙 寨外的石头堆成了小山 不过大多都是地基石等 叶凡将原石寨的所有石头 都搬了过来 生怕遗漏什么 叶凡与张五爷忙碌着 从乱石堆中将那些石碾子 石墩 石墨挑选了出来 总共有五十多件石器 大黑狗在旁虎视眈眈 生怕错过什么好处 老爷子你确定要切开 叶凡问道 切吧 我带来看看祖宗留下了什么 张五爷平静地答道 叶凡动手 连切了三个石吨都是费石 什么也没有 张五爷也亲自动手 解了四个石锁 同样没有收获 难道我们猜错了 那个老道看走眼了 两人面面相去 这么小心做甚 一口气都拍碎 痛快一点 大黑狗催促 一边呆着去 叶凡瞪了他一眼 突然 一股香气酿出 如蓝四射 沁人心脾 醉倒人的骨子里 什么味道 果然是狗鼻子醉灵 黑黄几乎快趴在石簾子上了 口水差点流出来 切出东西来了 张五爷神色凝重 他正在切一个石簾子 香气正是从石缝中溢出的 叶凡大心中一惊 扔下手中的那个墨盘 凑到镜前来观看 这可真是怪事 切实怎么会有香气溢出 不会是封印了什么 太古生物之类的东西吧 他的手指闪烁筋芒 示意张五爷退后 他将石簾子接到手中 大黑狗探过来硕大的头颅 也死死地盯着 吃吃吃 石屑纷飞 很快 石簾子外的石皮被剥落了大半 叶凡发现有水迹一出 张五爷方才用力稍微大了一些 这个石簾子很脆 炸开出一道裂纹 水迹是从这条纹络中流出来的 香气也源于他 切出宝贝来了 大黑狗方头大耳 眼塞铜铃 聚精会神地盯着 叶凡小心地剥落石皮 最终从碾子中心 剖出来一枚肉果 呈粉红色 有点像桃子 这 肉质的 大黑狗有点瞠目结舌 这是什么东西啊 叶凡心有疑惑 他越过圆天书 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记载 张五爷也有点目瞪口呆 感觉不可思议 香气正是这枚肉果发出的 他的皮已经破了 一半的透明液体留在了石簾子上 芬芳扑鼻 让人忍不住想一口吞下去 这么香 该不会是长生不老果吧 大黑狗双眼放绿光 张五爷闻言 心中一动 道 祖辈有言 石中风的东西 不局限于原 这些 应该是天下少有的其实 里面的东西不可预测 叶凡盯着这些石器 在 袁天书中没有这样的记载 这种肉果超出了石料的范畴 只能归为其实 恐怕袁天师留下的这些东西 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果子颜色变了 香气也淡了 怎么回事 张五爷变色 粉红色的肉果 渐渐变成青色 香气的雀淡了很多 赶紧吃掉 不然的话 精气就散没了 大黑狗着急 叶凡有些不确定 这种东西能吃吗 他以手指沾了一滴液体 放进嘴里 一刹那间他感觉苦到不行 差点仰天长笑 苦到极致 他的舌头一下子就麻木了 接着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差点栽倒在地上 给我尝尝 大黑狗迫不及待地接了过去 吭吃一下子咬下一块 脸水带皮吞到口中 汪汪汪 下一瞬间 大黑狗像抽风了一般 狂叫不止 使劲地向外吐 紧接着口吐白沫 躺在地上开始抽搐 张五爷彻底被吓住了 他本来也想尝尝的 以为是什么肉质鲜果呢 但此刻却如臂蛇蟹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叶凡才恢复过来 不再晕眩 他骇然道 这是什么果子 此刻 大黑狗快变成一只死狗了 只有四只还在抽搐 土中不断吐白沫 叶凡为他检查 觉得性命应当无忧 不过这种状态 却相当糟糕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复原 他扫尸剩下的石器 第一次感觉到 事态的严重 道 这些都是原天室 留下的奇珍 我们根本不知道 它们有什么用处 还是不要再切了 等将来了解后 再动手吧 叶凡隐约间觉得 这些可能是 了不得的东西 赤龙老道要找的 可能就是这样的肉货 这多半是无价之宝 现阶段不了解 绝不能再妄动了 这块石墨 已经被你切开 还是剖开看看吧 其他的石器保存起来 张五爷道 叶凡点了点头 早已切开 鼠剑石器 却只剖出一枚肉过来 这个末盘 不见得能够切出东西 可是 当他剥落石皮 切到末盘中心时 却射出万道神芒 绚烂夺目 让人睁不开眼睛 第297章 神缘 叶凡剥落石皮 切到末盘中心时 射出万道神芒 像是一根根筋针飞出 让人睁不开眼睛 这一切太突然了 多层石衣落地 石心如一轮小太阳 无法正视 泪水会不由自主 往下躺落 这是什么瑰宝 难道是神缘 张五爷将头扭向一边 他双目微肿 被神芒刺痛所致 难道真的切出神缘了 这也是叶凡的第一念头 心中砰砰直跳 他现在最缺的就是缘 他眯上双眼 小心地观察 这是一粒很小的珠子 只有黄豆粒那么大 成光质化 不像是有形之质 似是一小团 最为神圣的光源 将石心完全包开 这粒光源进步沉落 悬在空中 非常的神异 它像是天地的一点的本源 让人忍不住去清静 张五爷不敢正视 以余光观察 不由自主 伸出粗糙的老手去触摸 这一切都是下意识的动作 就连已经昏死过去 在地上抽搐的大黑狗 也一边口吐白沫 一边向这边挪动了两下 像是被招引一般 神缘 叶凡已可以确定 这是开天辟地之初 就存在的灵气所形成的源 是这个世上稀有的真品 永不沉醉 拥有最纯粹 最本源的天地精华 让人忍不住顶礼 这一切都是神缘的特征 与原天书中记载的一模一样 这是叶凡第一次触摸神缘 只见传来圣洁的气息 让他浑身舒泰 如沐春风 暖洋洋 肉身像是在接受洗礼 这就是神缘 拥有不可思议的神效 是让圣地都要为之争抢的神物 每一次出世 都会惹来天大的风波 不过这块神缘太小了 只有这么一小粒 与封印有太古生物的巨大神缘块相比 真的有些微不足道 但是 它绝对是吸针 一旦传扬出去 会让很多人打破头来抢 神缘分为很多种类 效果大不相同 叶凡对其还不算了解 还没有涉及到最高深的圆学 这肯定抵不上十万金元 纵然是神缘 但是它的体积太小了 远不够 它需要三十方圆 才能破入道宫四重天 这样一粒神缘解决不了问题 这就是神缘 祖宗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东西 张五爷自语 他触摸神缘后 感觉身体轻便了很多 气血旺盛了不少 神缘 对于普通人来说 效果甚大 绝非荒谷圣体这般 拥有强大的逆抗性 传说 神缘有数十种 有些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 真想全部都拿来看看 叶凡望向了圣鱼的石器 他虽然很心动 但却不打算继续切了 这些石器的珍贵之处 恐怕不在于小块的神缘 很有可能是肉骨类的东西 现在再切的话 很有可能抱殖天物 不懂得怎样用 纯粹是浪费 过了很长时间 叶凡与张五爷 才从震撼中平静下来 毕竟这是一粒神缘 任谁第一次见到 都难免如此 黑黄昏死了过去 不然恐怕已经跳起来抢劫了 他对神缘一直念念不忘 张五爷多少听说了一些 知道叶凡体质特殊 修行需要大量的缘 让他将这里神缘收起 最终 叶凡没有过多推辞 他现在的确需要大量的缘 欠下的人情 只能以后再还 从石器中包出来的粉红色果实 药力强劲 大黑狗昏死过去五天才 渐渐恢复意识 但还是爬不起来 不时抽搐两下 妈的 本黄到了八辈子血没了 这是什么狗屁石料 蕴生的果子奇毒无比 连头真龙都能给堵死 他一边抽搐 一边咒骂 活该 谁叫你这么贪婪 想一口抢先吞下去 叶凡打击道 大黑狗有杀人的冲动 奈何站不起身来 偶尔还会吐出一两口白沫 很显然没有半个月的时间 他难以复原 叶凡研究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弄清楚 这种果实到底有什么用处 最后不了了之 最终 他离开了这片山清水秀之地 现在 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寻缘 尽快突破 哪怕是去抢劫圣地 只要有成功的希望 能够成行 他就会毫不犹豫 他有很强的紧迫感 当叶凡来到外界时 听到不少消息 骨卷风波越演越烈 孔雀王截杀遥光圣主 差一点成功 激起无边骇浪 震动了整片北域 如果不是鸡家圣主 与遥光圣主同行 必然会发生惊天巨变 纵然如此 他们还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鸡家与遥光树名太上长老 被赤龙老道打成飞灰 遥光圣主更是被孔雀王 以混沌宝硬拍了一记 负伤不清 这件事影响非常大 无论是赤龙老道重新出世 还是孔雀王想要避掉圣地的主人 都是超级大风浪 在叶凡闭关的这段时间 北域沸沸扬扬 波涛汹涌 每日都很不平静 如今 此山已不是什么秘密 很多人大人物都已知晓 但是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九龙拱卫一山 涉及到了古之大地 纵然是绝顶强者 也都心有忌惮 当然 诸多修士更多的是动心 想要在此寻找机缘 但都在等待机会 谁也不愿率先发动 数年前 妖帝粉种太过害人了 古山血海 几大圣地轮番出手 那口黑潭中填满了尸体 都没有攻下阴坟 任他沉入地下 消失不见 血淋淋的教训在前 东荒的强者们 自然不会像上次那么冲动 诸多圣地齐聚北域 商谈紫山问题 联手之事已成必然 摇池圣会被无限期推迟 紫山影响太大 如今所有人的都聚焦在那里 紫山还没有被打开 就已经风起云涌 甚至有圣主因此而负伤 可想而知 这次将会有多大的波澜 当了解这一切后 叶凡摸了摸下巴 这一切多少与他有些关联 将古卷想办法送出去后 果然是捅破了天 一粒神缘价值几何 叶凡估估算不出 图飞将要借来两万金元 剩下的需要他 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也许真的该去圣城了 这些日子 他一直在金言元天书 准备放手一搏 火云周 赤红如火 到处是火云树 这种一种奇异的树种 为该周特有 火云树 不仅满树叶片鲜红如火 就连树干都呈红褐色 远远望去 如一片火海 更像一片晚霞 与其名非常贴切 从进入该周起 一路上所见之物数他最多 红色远远多于绿色 可以用万红丛中 一点绿来形容 此周 距离圣城已不是很远 最多还有十夜二天的路程 叶凡一路行下来 目标很明确 他要去豪赌圣地 火云成为该周的中心 城墙雄伟 连绵如长城 很壮阔与古老 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城池 相传 西年这里有一个强大的荒谷世家 威震东荒 传承了十几万年 可惜中在数万年前成为飞灰 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下 他诠释了没有不朽的传承 更没有永恒的世家 一切都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 刚走到宏伟的城门楼前 叶凡就看到两张画像 上面的人全都是他 分别是遥光与鸡家贴出的缉拿令 两大传承都开出了天价悬赏 但凡能提供相关线索者 便可领取万金元 而如果能够确切提供 叶凡在何地 将有三十方元可领取 整整十万金元 可谓逆天之架 各大绿洲的中心城池 都有这样的悬赏令 叶凡看在眼中 要多逆外有多逆外 谁愿意被人通缉追杀 真不愧是圣地 动辄就是数以万金的元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值钱 除了双方的恩怨外 更为重要的是 对方想要他身上的万物母气 如果能够得到 百万金元也挡不住 十万金元 就想要我的顶与命 倒是打得好主意 叶凡站在城门前冷笑 火云城外的地平线上 重来数十骑 这些异兽足不沾地 踏空而行 上面的骑士 一个个铁衣闪烁 正是姬家的人 该死的 有价值的消息几乎没有 真不知道何时才能 将那个信业的小子揪出来 他如果敢出现 我一只手捏死他 姬家一个年轻的骑士 韩生道 恨为首的那个年轻人 冷哼了一声 扫了他一眼 道 姬云腾不要小觑他 道工四重天的人 不见得能压制他 姬云腾冷笑道 一个过时的废体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 纵然同杰的人站不过他 但我不相信 身为道工四重天 还拍不死他 一个道工二重天的人 可恨 这个废物躲了起来 他要是赶出来 我一只脚踩死他 不要自大 姚光圣子那么强 金翅小鹏王那么傲 还不是被他收走了 为首的那个年轻人很稳重 告诫其他年轻强者 姬云腾很不服气 道 那是因为混沌时 定住了在场的人 不然凭他一个小小的废体 能够收走四级秘境的 绝顶年轻强者吗 他是要真的赶出来 我一根指头点死他 姬家年轻一代 另一名高手 也充满了火气 他们负责在火云周搜索 这些日子以来 憋了一肚子怒火 充满了怨气 恨不得立刻将叶凡揪出来 这个小子 让我们风里来雨里去 每天四处追查他的线索 我真恨不得一巴掌 将他拍成灰 这个星夜的小子 不过是一个废体而已 却闹出这么大的风波 千万别让我抓住 不然 我非像碾死虫子一般弄死他 这些年轻的强者 怨气都很大 驾驭做骑 进入城中 叶凡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道 数以万斤的悬赏 不如我自己来领取好了 用敌人的园来成全 他这个无底洞 最是理想不过 他一盏袍袖 闪身进入火云城内 第二百九十八章 悟道与得园 火云城 街道很古旧 地上的青石坑坑洼洼 这是行人采末的结果 可想而知 年代多么久远了 城内生机勃勃 到处都是火红色 此周的人很喜欢火云树 道路两旁街市 如一株株大火炬 又如火龙卧在街道旁 叶凡行走在大街上 很是放松 如一个普通一人般 游览这座古城 完全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新年 此城出过荒谷世家 虽已不复存在 来此希望能有机缘 得到什么传承 可惜 传承了十几万年的不朽世家 终究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没有为后人留下点滴 叶凡并不急于行动 没有去找姬家人 而是沿着古街 认真地观看这座城池 他感受到一分岁月的沉重 这是时间的积淀 是光阴的累积 古城果然不凡 经历了太久远的时光 让人体会到了一种厚重 城池很繁华 不愧为这片绿洲的中心 但并不喧嚣 宽阔的古街两旁 火云树洒下大片的阴凉 行人很多 却并不拥挤 长时间以来 叶凡一直在修行 偶然放松心态 在古城中游逛 竟有一丝空灵质感 来来往往的人流 并不能影响到他 随波逐流 他在古街上漫无目的走下去 越来越放松 精气神合一 竟进入了一种妙境 叶凡一不沾尘埃 清零而飘逸 举手投足间 仿若与天地合一 行走于人流中 但却是如此的自然 每一步落下 都有道运生成 在道宫内 是我在为今生诵经 道我在勾动世界 感悟大道 滋养命主 西黄经 记载的心法 自行运转 同一时间 叶凡的金色苦海 波动了起来 一株清廉颤动 雾气朦胧 自慌古圣体一孩 得到的秘术 配合道经 自行运转 这一刻 玄法并行 和谐自然 轮海与道宫脉动 神力贯穿上下 让他有天地相通 我自横云飞渡的感觉 叶凡空灵如道 虽站在人海中 但却像是立身在云端 有一种超然之感 他知道 这是一种奇妙的玄境 是对修行的理解与感悟 轮海与道宫齐名 水汝交融 让他的道力生生不息 叶凡就这样一路走了下来 不知不觉间 来到城市的一片特殊地方 这里当属于城市中心 但是却并没有宏伟的建筑 此地 栽种有很多的古墓 不局限于火云树 各种长青树 古墓等多不胜数 许多老墓十几个人 都合抱不过来 古墓有人腰那么粗 在一个城池的中心 有这样的地方 实在让人惊讶 这是西年那个 荒谷世家留下的痕迹 古墓老墓下 有很多瓦砾 祭述了昔日的兴衰成败 其实 整座古城所在地 都是荒谷世家的一鱼 可惜 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只有这片古墓下 还有一点遗迹 叶凡很自然地走到此地 身心空灵 虽然不能破入道宫四重天 却体会到了一种自然 天地为我而生 万物如一 他在接受一种洗礼 肉身晶莹闪烁 精神饱满 身心被锤炼 得到升华 让原本的境界趋于圆满 他依然在道宫三重天境界 但是却觉得大不一样了 伦海与道宫脉动一致 他捕捉到了道记 是的 道经与西黄经 第一次水乳交融 和谐统一 让他身心明镜 举手投足 像是在挥动大道 伦海与道宫齐名 道经与西黄经 并行 无瑕无缺 果然是两种最强心法 叶凡破出妙境 心中自语 他觉得两斤和谐后 战力提升了不少 与大道更亲近了 他轻轻比划 九密中的功法大树 虽然并没有真正打出 但是他却可以感知 威力强大了很多 这是由迹象道的一小步蜕变 道的力量 叶凡沿着古街离开了这里 在古城中转了一遭 了解到足够的信息后 他离开火云城 消失在地平线上 不久有 叶凡又回到了火云城 走向鸡家的赌石坊 这是一片园林式的建筑 数十名骑士居住在此地 什么 有人提供线索 这片园林占地很大 石料堆积 电雨楼台 数十头异兽拴在园中 个个猙獰 甚是威猛 叶凡站在园中 并没有等上多长时间 数十年轻人便冲了出来 都曾在城门外见过 你见到了那个废体 在什么地方 离火云城多远 为首的 那个年轻男子问道 他名为鸡云哥 为道宫五重天的修饰 这群人以他为首 很是沉稳 我提供线索 是否立刻给我十万金元 叶凡问道 你在说什么 鸡家一名弟子立言 韩生道 提供线索 不过是万金元而已 你还真敢 对我鸡家狮子大开口 旁边的人闻听 却是心中一喜 鸡云腾冷笑道 这个姓叶的小子 终于被人发现了 这次我要让他成为飞灰 正该如此 为了他这个废体 让我们如此奔波 却一无所获 早该毙掉他了 一个道宫两重天的废体而已 杀他如探囊取物 只不过总是查不到 他的下落而已 这一次要活活练死他 这些人的怨气都很大 全都想立刻杀死叶凡 将顶夺过来 不仅仅是因为 这些以日子以来 他们要枯燥地去搜索 还因为鸡家太上长老被烧死 让每一个人 都憋了一股火气 如果是被强者杀死也罢了 堂堂一位太上长老 被一个小修士烧死 让他们都觉得面上无光 洗刷耻辱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抹杀叶凡 叶凡开口索要万金元 让他们兑现沉默 先带我们去那处山脉 如果线索属实 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纪云哥微笑道 不少人都露出厌恶之色 没有想到 他真敢向鸡家索要悬赏 让他们觉得非常意外 同时很鄙视 在此前也接到过一些线索 但都是那些修士无常提供的 根本不敢索要员 只为与他们拉近关系 我看悬赏上面写得很清楚 只要提供线索 就会发下原石 叶凡不退让 万一你提供的线索是假的呢 鸡云腾不屑地冷笑 普天之下 有人敢戏弄鸡家吗 再说 我要带你们前去 难道我不怕没命吗 叶凡力争 你可有真有意思 鸡云腾脸色冷漠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居然还敢索要员 不嫌活的命长吗 好 我们没有时间可耽搁 去石方取五千金元来 鸡云哥摆了白手 让人去取元 道 如果线索属实 到时候会给你另一半元 若是因为你的线索 抓住叶凡 纵是给你十万金元 也没问题 时间不长 有人取来五千金元 灿灿生辉 摆了一堆 叶凡毫不客气 大秀一卷 全部收了起来 现在 带我们去那片山脉吧 鸡云腾冷笑连连 眼中的杀鸡一闪而没 而鸡云峰则微微笑了笑 什么也没有说 挥了挥手 让众人骑上异手出发 同时 他们也为叶凡寻来一头蛮兽 让他端坐在上 作为逮捕之用 数十骑冲出火云城 城中很多人都惊讶 见他们如此急行 知道一定有大事 这些异兽都很不凡 离开火云城后 全都踏空而行 飞上了高天 如一股洪水冲过高空 隆隆作响 向着叶凡所说的山脉奔去 就是前方的那片山脉 叶凡点指 前方一片葱玉山巒 数十骑人马顿时散开 从四面八方包抄 为向叶凡点指的一座山峰 果然有人在此修行 此地不有道文 一个鸡家弟子上前 对道文颇有研究 快速破除了此地的禁止 数十骑人马杀气腾腾 一冲而上 来到了这座山峰之巅 直接将那座洞府劈开 打得烟尘冲天 没有人 顿时有鸡家弟子露出杀气 向叶凡望来 别这样看我 与我无关 我只是提供线索 谁知道他突然离去了 叶凡很无辜 鸡云阁摆了摆手 亲自进入洞府中观察 其他人也跟了进来 这件衣服 与他当日穿的那件一模一样 果真是他 看 这里还有虚空大手印的痕迹 这座洞府 是以大手印开辟出来的 鸡家的弟子 很快发现了诸多重要线索 全都气恨不已 咬牙切齿 该死的 又让他逃掉了 不然的话我一脚 足以踩死他 他们倍感憋气 一个修为 只在道宫二重天的废体 屡次搅出大风波 每次都能逃走 他们恨不得立刻抓住 将之炼成飞灰 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我绝不敢提供虚假线索 叶凡在旁开口 在这一刻 他感觉到了杀意 有人想出手对付他 不过 他并不慌乱 神色平静地开口道 回去后 你们能付我另外五千金元了吧 你就不怕我们再次杀掉你 姬云腾冷笑道 我来之前 火云城许多人都知道 我是为你们提供线索而出城的 我相信姬家是讲信誉的 叶凡并不在意 这些人中 纵有道宫五重天的强者 速度也肯定没有他快 不用担心逃不走 姬云哥笑了笑 啊 回去后 我付你另外五千金元 姬家说道做道 在此地徘徊良久 搜索整片山脉后 众人返回火云城 叶凡跟进那片园林 这个家伙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真敢要悬赏 一个姬家子弟寒声道 姬云哥瞪了他一眼 这是姬家自己定下的悬赏 你不要乱来 若是被我知晓 有损家族清育 别怪我饶不了你 不多时 五千金元被取来 姬云哥走出 亲手交给了叶凡 让他离去 叶凡脸上带着笑意道谢 而后头也不回得远去 就这样 给他万金元 他提供的线索根本无用 连那个信业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有人不愤 姬云哥扫了他们几眼 道火云城的人都在看着呢 难道你想把他杀在这里 这样也不是没有好处 等若千金买骨 以后有人会送来更有价值的线索 说到这里 姬云哥神色一致 道 姬云腾与姬云彪去了哪里 他们跟了出去 多半是 胡闹 若是传扬出去 别人会如何看我姬家 姬云哥大怒 以姬云腾的脾气 肯定是看不惯 不想让他动动嘴皮 就拿走万金元 我想 现在多半把他杀掉了 姬家另一名弟子道 姬云哥一巴掌 拍碎园林中的一张石桌 沉默了片刻才道 既然已经如此了 再去几个人 事情弄得漂亮一些 我不希望传出风言风语 火云城郊外 叶凡止住了脚步 回过身来 笑道 姬家的朋友 这么热情作甚 将我都送出城了 怎么还不回去 刷 刷 姬云腾与姬云彪 从暗中闪出身影 两人全都带着杀鸡 一步一步向前逼来 你们想杀我 这是为什么 叶凡沉下脸来 望向两人 道 我好心为你们提供线索 为何恩将仇报 小子 你以为我姬家的园 是这么好拿的吗 动一动嘴皮子 就是上万金园 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 姬云腾冷笑 你们也太天性薄良了吧 怎么说我也是 提供了线索的人 你们却要杀我 杀你又如何 你将我们带到一个 人去楼空的洞府 就这样拿走园 不觉得有些烫手吗 姬云彪杀气腾腾 叶凡忽然大笑了起来 一副很畅快的样子 死到临头你 还有什么可笑的 我送你上路 你们自认为能杀得了我吗 叶凡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道 恐怕会将你们自己搭在这里 就凭你 不过刚不如道工匿境而已 引火之光 也敢与昊月争辉 姬云腾冷笑连连 杀鸡毕露 杀你跟碾死一只臭虫 没什么区别 姬云彪更是直接冲了过来 直接以虚空大手硬拍下 黑色的大手笼罩天空 将叶凡覆盖在下方 发出隆隆之响 啪 就在这时 叶凡出手 一只金色的大巴掌横空 一下子拍碎了那只黑色的大手 更是将满脸惊恐之色的 姬云彪盖在了下方 噗 很难想象 金色的大巴掌 有多么强大的神力 直接将姬云彪抽碎了 活活打成肉泥 消失不见 你 到底是谁 姬云腾大喝 道工三重天的强者 竟然被对方一巴掌就拍死了 实在让他心惊肉跳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 可以一只脚踩死的叶凡 什么 怎么会是你 姬云腾惊得倒退 脸色铁青无比 哈哈 叶凡大笑道 自然是我 多谢你们送我缘 我会用它好好修行的 你 姬云腾听闻此话 联想前后这一切 气得浑身颤抖 手指头都在哆嗦 第二百九十九章 先天太虚刚气 姬云腾脸色铁青 气得身体都在哆嗦 万没有想到 叶凡胆大包天 敢这样行事 被两大圣地通缉 却敢只身犯险 来几家茂领悬赏 这实在让他窜火 额头青睛暴跳 气大伤身 别这急上火 反正你们家大叶大 不在乎这么点缘 叶凡笑道 姓云的你太猖狂了 两大圣地击拿你 却敢跑出来 炸我们的缘 你不会有活路的 荒谷世家不可亵渎 姬云腾森然道 叶凡笑一不减 道 你能如何 想杀了我吗 我一直手撵死你 姬云腾浑身绽放锐霞 神力涌动 一道道龙气绕体 将修为提升到了极限 好强势 好气魄 那就让我看看 荒谷世家的年轻强者 多么英雄了的 叶凡冷笑连连 我现在就来避你 姬云腾一声大喝 而后无声消失在虚空中 他展开了大虚空树 刷 让人很意外 他口上发狠 但是却出现在远空 并不是冲向叶凡 姬云腾选择了桃顿 速度极快 他说了一番狠话 完全是为了稳住叶凡 是为桃顿做准备 他虽然自负 一向认为荒谷世家为尊 但是亲眼见到叶凡一巴掌 拍死道公三重天的姬云镖后 他立刻知道 纵然他在道公四重天境界 也不是对方的敌手 你怎么言行不一致 叶凡脸上充满温和的笑容 挡住了姬云腾的去路 你 姬云腾大吃一惊 对方后发先至 比他还要快 刷 姬云腾再次展开大虚空树 消失在原地 他有傲气 更十分自负 但却不想死 拼尽手段 想要逃走 可是 当他再次冲出虚空时 发现叶凡依然挡在身前 带着冷笑 你不嫌累吗 逃来逃去有意思吗 姓叶的你太嚣张了 冒犯两大圣地 今后天下将没有你的活路 姬云腾飞退 我正打算四处走走呢 破入道宫四重天 需要十万金元 就指望你们姬家与摇光 为我提供了 叶凡不紧不慢 迈了十几步就追上了他 墨盘大的金色巴掌拍了下来 不想再给他逃走的机会 吃 吃 五道银芒乍起 如五条银龙横空 簇如房屋 银龙百度而上 两两相交 形成龙茧 结向叶凡的金色大手 正是姬家绝学 结天旨 威力其大 可惜要看谁来使 他与叶凡的战力对比 处在绝对的下风 啪 五道龙芒 被金色的大巴掌拍碎 大手劈盖下来 咔嚓 一声 鸡云腾神色惨变 那条手臂当场破烂 啊 他仰天大叫 拼尽力气 打出《虚空经》中记载的 另一种神术 张嘴吐出一口大道之气 冲向叶凡 这是《虚空古经》记载的 先天太虚刚气 是施术者的先天仪气混练 虚空而成 无坚不摧 神兵宝刃都挡不住 可以清晰地看到 从鸡云腾口中 冲出的一道气流 代表了先天太虚 将虚空打得扭曲 大 对此 叶凡根本没有躲避 轮动金色的拳头 像是打在了万军陨落心上 声音震耳 嗡 号称无误不迫的 先天太虚刚气 一下子被打散 神盲刺眼 化成一片洪流冲向四方 让整片虚空都在抖动 扑 他们脚下的山峰 相距这里不过数十米 受到波及 被溃散的先天太虚刚气 销掉三四米高 断口平整 你 鸡云腾脸色潮红 先天仪气冲出 他的神力耗去了十之八九 但却被对方一拳就打溃了 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齐学 你也看什么人来施展 鸡家年轻一代 似乎每人都掌握有 《虚空古经》中记载的 两三种秘书 能不能为我讲解一番 叶凡向前逼去 信业的小子 你少要得意 我鸡天才无数 年轻一代很多人足以压的你 永世抬不起头来 你不会有活路 鸡云腾咬牙 将来我会去找你说的那些天才的 叶凡一巴掌向前拍来 碰 鸡云腾躲避 但快不过那只金色的大手 被抽在身上 他像是一口破骨 身子破烂 坠落在地上 信业的你不杀我想做什么 向你请教《虚空古经》 叶凡降落在地 一脸温和的笑容 你做梦 鸡云腾咬牙 末地 叶凡抬起头来 向远处地平线望去 四道身影足不沾地 如铃波飞仙 一昧飘动 飞快接近 他也遇到 你们鸡家还真是看得起我 又派来四人 想漂亮的扫尾 不留下一点痕迹 免得落人口舌 碰 叶凡一脚踏出 将鸡云腾震飞 他浑身多处骨裂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连话都不能说出口 鸡云腾羞愤无比 扬言一只脚就可以踩死对方 结果却落到这般境地 对方不杀他 明显是想谋夺 《虚空古经》记载的神术 刷 叶凡一盏袍袖 将地上抽出一个大裂缝 再一挥袖子 将鸡云腾埋在了下面 时间不长 地平线上的四道人影到了境前 尘埃不起 刹那驻足 四双眼睛如八把利剑 盯着叶凡 诸位还有什么事吗 少废话 鸡云腾与鸡云飙去了哪里 其中一人遇感到事情不妙 沉下脸来贺问 那是你们鸡家的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何来问我 叶凡神色平淡 他们是追你而来 怎么会不见踪影了 那个人大贺 哦 追我而来 所为何事 叶凡平静地问道 四人向前逼来 其中一人神色冷冽 道 你少顾左右而言他 快说 鸡云腾与鸡云飙在哪里 不要对我大呼小喝 我有义务替你们看着他们吗 叶凡神色冷漠了下来 鸡家的四人 全都感觉不对劲 各自后退 以免发生意外 做好了战与退的准备 但其中一人 还是很盛气凌人 喝道 少装蒜 赶紧说出他们的下落 不然你明白后果 啪 叶凡突然挥动大秀 直接将这名鸡家子弟 抽递倒退 冷声道 你在说谁装蒜 所谓的后果是什么 你 鸡家这名弟子勃然变色 用手点指道 你敢先对我动手 荒谷世家的子弟 无论走到哪里 都如众星捧月一般 被人环绕 很少有人敢冒犯他们 你算什么东西 对你动手又如何 叶凡冷笑 大秀一盏 如一片铁云扫过 啪 宽大的袍袖如铁板 扫过虚空 结结实实 盖了下去 这名鸡家子弟 以手臂阻挡 但是根本无用 被山飞了出去 碰 这名鸡家子弟大怒 腾空而起 立身在高空 眼泛寒光 杀意无尽 接着他头下脚上 俯冲下来 虚空大手印狠狠地暗落 黑色的大手 如一堵黑墙压来 让人心惊 可是 叶凡纹丝未动 根本没有躲避 仰头望着他 直至黑色的大手 暗落到近前时 才砰的一声探出左手 一把向上抓去 快退 后方的三人喝道 提醒这名鸡家子弟 碰 但是已经晚了 叶凡单手 接住虚空大手印 只手破空而上 一把将其抓住 将其从空中拎了下来 像是揪着小鸡仔一般 毫不费力 啪 他仰手就是一巴掌 直接扇在了他的脸上 打得其口水飞溅 鲜血崩溜 你想与鸡家为敌吗 鸡家这名弟子 吐出一口血水 明显是色力内人 对鸡家人动手怎么了 真以为鸡家是东荒的大地不成 叶凡冷笑 仰手又是一巴掌 直接将他打得口鼻喷血 后方的三人 不像此人这样冒失 他们自一开始就看出了不对 与叶凡拉开了距离 是战是退 都可选择 眼下 他们没有选择救援 而是转身就走 非常果断 因为他们 预感到不是对手 可惜 已经晚了 吃 吃 吃 叶凡打出数十面小旗 全都插在地上 雾气汹涌 遮蔽了此地 截断了他们的去路 这些都是黑黄练出来的法器 刻有复杂的道文 困道宫秘境的修饰 不会有任何意外 叶凡拎着那名鸡家子弟 狠狠地削了一顿大巴掌 将其打得出气多尽气少 像扔死狗一般 将他丢在了地上 另外三人彻底变了颜色 道宫三重天的子弟 居然毫无反抗之力 被对方抽了十几个巴掌 踩翻在地 让他们心头发寒 这位朋友何必如此 姬云生向来冒适 脾气暴躁 常得罪人 方才若是惹你不快 我代他向你赔罪 其中一人开口 口流血水的姬云生 身影了一声 艰难地爬起 但却不敢再口吐狂言 眼中生出巨异 他知道惹了大麻烦 另外三人心中不安 被封在此地 极其危险 朋友这完全是误会一场 你为我姬家提供线索 追杀贼子叶凡 说起来我们是一路人 很是感谢你 姬云生还不快赔礼 平日告诫你 不要毛躁 今日又生出祸端 回去拿你问罪 三人脸上挂着笑容 开口解释 同时让姬云生陪礼 叶凡笑了笑 道 陪礼就不用了 因为我就是 你们要找的叶凡 什么 四人全都大吃一惊 当叶凡显化出真身 将埋在地缝中的 姬云藤提出来后 这四人全都变了颜色 气得险些吐血 你想怎样 我对先天太虚刚气 很感兴趣 想向你们请教 第三百章 十万金元想得到 虚空经记载的神术 你不要痴心妄想了 姬家的几人神色难看 这个人竟是叶凡 从他们手中炸走万金元 现在竟然又打起了 虚空古经的主意 何必必走自真 我这里也有古经 不如我们坐下来 谈经论到如何 叶凡微笑 东荒不过几部古经 我姬家独占一部 你有什么经文可谈 其中一人言道 他想拖延时间 等待人来救援 我有 道经 一卷 西黄经 一卷 不知道 你们对哪卷经文感兴趣 叶凡知道他们的打算 但并不在意 随意地问道 什么 你也有古经 不仅有道经 还有瑶池的西黄经 你是如何得到的 姬家的几人吃惊 他们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 叶凡没有必要撒谎 他们被封在此 一切都在对方的掌控中 所以说 与我谈经论道 你们不吃亏 如何 叶凡脸上的笑意很浓 你先送出一段经文 来让我们听听 姬家的几人这样要求 这怎么行 不如我们同时送经如何 叶凡一副相伤的口气 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 姬家几人放松下来 与叶凡周旋 拖延时间 叶凡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 认真地与他们商量 可是突然间 他的眉心射出一道金色的光束 一下子冲进一人的头颅中 他并不是为了袭杀 而是想突兀地出手 以神识夺取他们的经文烙印 因为 他怕正常情况下得不到 不久前在云端山脉时 他曾经尝试剥夺姬家子弟的石海印记 但结果对方的神识突然崩碎了 噗 姬家这名弟子的头颅瞬间炸裂 叶凡的神识狼被逃出 冲回自己的眉心内 哄 毁灭性的气息弥漫 恐怖的念力如洪水冲出 席卷向叶凡 他口中一声轻斥 万物母气垂落 挡在身前 当 震天巨响发出 一口古朴的大顶 阻住了可怖的杀意 震亏了那些念力 让他们消散在虚空中 这一次依然失败了 与上次的结果相同 对方的石海中有神秘的封印 只要探取 就会触发 你 姬家剩下的四人 勃然变色 事已至此 没什么可多说的 想活下来的话 拿虚空古今来换命 不然的话 只有一个字 死 叶凡沉生道 他并不抱多么大的希望 神念无法索取 指望这些人 自己说出来 难度太大了 动手 姬家还有两人 没有失去战力 他们不想坐以待毙 每一个人都寄出七八件兵器 皆灿若星辰 他们豁出去了 不惜损毁兵器 想要重创叶凡 每一把兵器 都近乎燃烧了起来 绚烂夺目 大 万物母气顶 著称的顶青阵 即将崩碎的兵器 都被收了进去 刺眼的光芒 从里面发出 能量汹涌 所有兵器都燃烧 崩裂了 但是却根本杀伤 不到叶凡 最终顶内归于平静 多了一堆废铜烂铁 叶凡闪电般出手 将这两人批翻在地 让他们失去了战斗力 我不想多说什么 谁说出先天太虚刚气 我就放过谁 不然的话只能死 起初 这四个人都一言不发 骨头都很硬 根本不妥协 这让叶凡皱眉 强行索取 对方的石海 必会崩碎 我给你们机会 最终 叶凡让他们恢复战力 分别与四人过招 暗中以斗战圣法 模仿先天太虚刚气 到了后来 他终于摸清 这是先天仪器 混练虚空的秘书 他不知道运转法门 但明了这种意境 当叶凡以斗战圣法 催动出这种神术后 鸡云腾 鸡云生四人眼睛 差点瞪出来 叶凡一声轻斥 张嘴吐出一道神华 如海啸一般席卷十方 威力其大 你 怎么会这种神术 我们来比试一番 看看熟弱熟强 叶凡以斗战圣法催动 与几人对决 不是真正的先天太虚刚气 但是威力并不差 这就是九密中的斗字密 可演化各种宫杀神术 千变万化 实为无上圣数 到了后来 叶凡越来越熟练 张嘴一吐 如一挂天河道锤 威能无匹 他的精气神远胜常人 先天一气如海 这种神术非常适合他施展 不像眼前这几人一般 吐出一口先天太虚刚气 就会被抽走一身精气 近乎虚脱 多 叶凡再次施展 张嘴一吐 竟是一张画卷 上面有道文闪烁 如一张封天古卷 直接将四人镇压 这怎么可能 鸡云腾几人 满脸不可思议的神色 叶凡对先天太虚刚气的运用 比他们都要恐怖很多 好像深谙辞到多年 这让他们无法理解 多谢你们 又让我得一种功法神术 叶凡演化多时 终于停了下来 这并不是姬家的神术 是以九密中的斗字诀 催动而出的 半个时辰后 叶凡回到火云城 到处传播姬家不守承诺 若是临走悬赏 动辄会有杀身大祸 而后 他很快销声匿迹 姬家忙了个焦头烂额 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言称有人 以虚假消息骗云 不得不说 荒谷世家是一种庞然大物 事后火云城一片和谐 并没有多少人 相信叶凡传出的话 叶凡早已知晓 凭借姬家的能量 没有什么风波摆布平 他做这一切 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心有忌惮 方便下次出手 半个月后 叶凡回到浩州 来到实寨中 大黑狗终于复原 瘦了一大圈 现在见到粉红色的果子 就过敏 嘴角抽搐 黑黄你吃了一枚鲜果 到底有什么作用 是不是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叶凡笑着问道 再提这茶 本黄跟你结 大黑狗黑着脸 他从来不吃亏 破天荒地让一枚果实给撂倒了 让他现在想起来 还有土白墨的冲动 应该有些效果 那枚果实明显不一般 叶凡摸了摸下巴自语 有个屁的效果 害得我到现在吃什么东西 都跟咬黄莲一般 嘴里苦得要命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完全消退 大黑狗要多郁闷 有多郁闷 这怪不了别人 是他自己太贪心 争抢着吃那枚果实 土飞不复所望 共筹集来两万五千金元 闪闪发光 都是高品质的纯金元 这么多的元 本黄要分一半 贪心的大黑狗扑了上来 又想争抢 结果叶凡长袖一卷 都给收了起来 死狗 别抢 本黄帮了你几次 却总是倒血煤 你要补偿我 行 没问题 叶凡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回来主要就是 想让大黑狗帮忙 随后 叶凡将土飞找来 与他相商 什么 你疯了 露出踪迹 让人去领十万金元 土飞吃惊 不错 这是难得的机会 可行性很高 叶凡点头 土飞摇了摇头 道 你已经榨出一万金元 他们必然有防备 不可能从老虎身上 继续割肉了 上次的办法却实行不通了 听说现在提供线索者 需要以神殿辅证 所以 我要显出真身 给他们真实到 不能再真的消息 这太危险了 土飞反对 无妨 只要好好运作 成功率很高 到时候十万金元到手 我立刻可进入道宫四重天 你这是在拿命毒 万一出了问题 毁之晚矣 土大嘴巴非常反对 有黑黄在 我可化险为夷 汪 大黑狗神色不善 道 小子 本黄跟你在一起 就没得到过一丝好处 总是倒霉 这次别指望我 叶凡微笑道 你不是一直想要元吗 这次我们 是去谋十万金元 你可要想清楚 十万金 大黑狗的口水 快流出来了 有心拒绝 但实在经不起这种诱惑 妈的 拼了 这次我要是再倒霉 小子 你等着被追杀吧 叶凡笑了笑 对土飞还有大黑狗道 其实这次只要谋划好 并无危险 那你细说一下 第一步 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适时地发现我 据禀告姚光或者姬家 领取那十万宣赏 这有相当的难度 因为如今提供线索者 需要神识辅证 有问题的人 肯定会露出马脚 这个合适的人选要真实 必须本身蒙在鼓里才行 土飞略微思索 找一个出卖你的人 并不成问题 关键是要让他自然地入局 有些难度 不能留下我们部下的痕迹 叶凡继续开口 笑道 其次是造势 在那个人禀告圣地后 最好弄出大动静来 让那个地狱的修饰 尽人皆知 跟随前去 作为证人 这样的话 你要是被围住 不是更危险了吗 叶凡轻笑道 黑黄惊言道文 横渡虚空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 我只需录一个面 而后立刻横行到数千里外 土飞道 听你这样说 可行性很高 也许真的能成功 黑黄你能确保 横渡虚空时的绝对安全吗 叶凡问道 这个环节最重要 如果不能逃走 必死无疑 你想得太容易了 黑黄毫不留情地打击 道 身为荒谷世家 一定有秘宝可定虚空 到时候 不见得能逃走 还有这样的气物 叶凡惊讶 诸圣的传承久远 肯定会祭练这种秘宝 大黑狗 眯缝着眼睛想了想 道 还好本黄也不是吃素的 有办法解决 就在当日 他们便动身离开好州 为十万金元而去